第二个位置 就012的位置 哇 头大了 如果以往你要再处理 用阵列来处理 恐怕就是要先再复制一个array吧 然后你要再跑一个回圈 那重新建立重新再塞 可是呢 在array list 非常简单 你只要add add后面的话加上什么呢 一个index 从0 这所影子从0开始 然后放什么元素进去 你就放一个什么 吴老师进去 所以吴老师就会加进去 而且呢 我们本来只有4对不对 加进5 以往array的部分就会 错了 不行 你只有 放4个啊 你要放第5个 很抱歉不行 可是呢 在这里它会自动调整 太好用了 还会自动调整 然后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资料get list里面把它get出来 你可以看到里面就多一笔资料了 我们修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跑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放进去之后的话 然后这资料不是放进去 所以size 4 所以里面资料没错吧 是这4个资料 它会什么呢 依序的放进去 所以它顺序是照我们的顺序放 对不对 这是它重点 它可以照顺序放 然后呢 再把里面的资料 秀出来 秀出来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再来的话呢 我增加一个 在哪里呢 在第2个位置 名称就是 也是吴老师 对 所以呢 我把它秀出来 秀出来就是这个 然后把 这个地方跑一个回圈 这个地方就是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部分的话用get 分别把里面的 从0 0的话 其实是这个 0 有没有 先输出一个 这个 然后再输出 吴老师 再输入1 江小鱼 在2的地方 实际上 刚刚插入的这一笔 有没有 2 冒号吴老师 所以呢 他怎么样呢 本来只能放4个 他放了 他放了几个 5个 所以他可以怎么样 动态调整 这个太棒了 这个功能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我底下的部分的话 再来就是 集合物件 然后 我这边 也是 这个是for each的方式 去 把回圈跑出来 然后 上面这个是 一笔一笔跑的 这两个我想 各位这个前面有讲 讲很多次了 有没有 这是一个什么呢 集合 集 这也是一个集合物件 但是他可以类似用什么 用正列的方式把 资料抓出来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类似一个正列 怎么样 去做存取 所以你会发现他可以怎么样 放在这里 然后前面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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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暂存 你先可以先放在这里 对不对 他一定是一个string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 把它秀出来 中间加一个空白 所以 输出的话 就是一个资料 空白 一个资料 空白 跟上面一样 只是插了编号而已 所以这是 for each的方式 一个输出方式 再来的话呢 要搜寻 搜寻的话 我们可以用index of 还有一个叫 index of 去找 其实就是搜寻 比如说搜寻什么 index of 搜寻 这个名称 我可以在里面找到 Name Name的话 是吴老师 对不对 然后呢 index of 帽号 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 吴老师抓 找到的话 那里面的话 Return 值是 里面值是 那这边是 2 less 搜寻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找到 那为什么这地方 Return 是 搜寻 吴老师 第一笔 index 是 第一笔 OKOK 对 这地方的话 它是 Return Return 并不是 几笔 Return 回来是它什么 index 所以特别处理 这个地方有一个index 所以你邮标放上去之后的话 他会告诉你 他找到的是一个index的位置 而不是找到几笔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继续找的话 还是要跑回一圈 向下找 向下找 那位指数会Return给你一个位置